阿欣葵,今天我們本來想錄我們的鬼故 誰知發覺有這麼多新聞出現 喂,你去哪裡了? 喂? 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不過斷經常斷的 對呀,經常斷線就是了 那怎麼辦? 地動山搖,天崩地陷就是這樣 你覺得網絡會穩定嗎? 剛剛地震完,你自己想想 海底有這麼多光纖電纜 他們有這麼多人一起不停在使用 OK,現在繼續是嗎? 沒錯 英女王走了之後 又台風,日本 然後台灣又地震 所以其實現在就好像七國這麼亂 但是其實都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八雲轉九雲 那些能量就會不同了 會轉的 無論是光能、熱能、電能、任何能量、風能 所以它全部都會有所改變 譬如這個台灣地震先 我們收到消息是台灣地震先 等於這個有八個原子彈這樣的威力 這個6.8級地震 很厲害 是的 所以它 同量都會繼續轉移 你這麼說,我很害怕 很多地方都已經有這個海嘯警告 所以板塊就好像那些麻雀那樣 搭起來搭起來 有時候如果你撞到一塊板塊動 它就不會單一一塊板塊 因為它是能量 所以它會轉移能量去某一些方向 而視乎哪些方向就會影響地殼板塊 所以喜馬拉雅山每年都會不知零點幾mm上升 所以它是不定長高的 起碼拉雅山 但是真的 沒有預測 然後它會震到去哪個 說一個預測給你看 都挺穩困的 但是是事實來的 如果你好運 其實 怎樣都沒事 就算地震 這件事我就可以留下一次 說我自己的一個小經歷 都挺像那件事 幾百磅的跌跌下來 我沒事 是不是好聽呢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好吧 很簡單 跟這個地震好似 因為我看到這次地震 暫時收到一個傷亡數 傷我就不知道 死亡數字就不是很多 我覺得這班人都是比較好運的 你看到它塌到這樣 但是很多人是救得回 有人跌下海又救得回 沒有大愛 我看到這些字就很開心 這班人其實真的是好運的 我想知道你被什麼壓住 然後可以沒事 那你也知道我其實會下樓下公園做健身 那有些被那些阿公阿婆在那裡拉 拉背脊的那些小工具 那些整塊鐵 那樣幾百磅 那樣有兩條鋼藍那些 那些人在那裡 那條鐵就吃下去地下 那四邊有些黑色軟墊墊著那些 那我有一晚做健身 我就想著上 就是跳上去抬著做引體上升 誰不知原來腳已經生鏽了 是霉了 霉到 我都不知道它在跌下來 我上去在那裡用力卻眉眼 拉著身體的時候 我說這麽有趣 已經打了下來 原來我抬著整塊鐵 就直接扮了下來 那好歹有一個鐵造的垃圾桶 剛剛卸著力 那你可以幻想一個三角形 那那個垃圾桶就是高度 那之後我就躺在底部 那條鐵形成一個斜面 那就是一個三角形 那我剛剛就是 那個位置就夠我 塞了下去 我剛剛跌到那個黑色軟墊那裡 就變成我什麼事都沒有 但是那塊東西整塊倒了 那垃圾桶都爆了 那我就已經很好運 我試過不順氣 下樓下試試找手 拿起它 真的有百多二百磅 你想想 如果我不幸運 就是差了一點點 就是撥到頭 你想想 百多二百磅 撥到頭那裡會怎樣 一塊鐵 其實那個意外 是幸運和不幸運 譬如說 就說回家驅 它就是不要再撥到火牛 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 我不明白 你聽到什麼 頭撥到火牛 我沒有聽過 你沒有聽過 那時候 它跌下來 其實不是很高 幾尺 但是它的頭先 那變成 它的頭先 剛剛它跌下去的位置 是有個火牛 火牛是那些 一塊鐵 那些很大塊 火牛也有大還是小的 那 問題在這裏 那塊火牛一定不是流的 那你的衝力撞下去 無論你大還是小 如果你的力位是中 它是有權造成很嚴重的傷害 甚至死亡 就是 這件事就是 其實 等於你 你跌罐頭下街 你明白嗎 又真是撥落過 婆婆 頭的婆婆 又真是死了 但是 罐頭可以跌到你的腳 那裏 那裏沒事的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 就是那一點 我的意思 有時候運氣就是這件事 它必然發生的 但是 因為個人的 某些原因而導致 是 撼到你某些要害 導致那個 其實我聽過 它是撞下去的 一些東西 不過我聽的不是火牛 是別的 我不可以說 對 不可以說 對 那些零東西 所以 不是不是零東西 總之 我不可以說 因為 總之 不可以說 因為某些人 因為有人告訴我 是現場的 那那個人 我看這件事 從來都沒有 就是在看過 那當然我不可以說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說 你說 我不知道你在哪裏聽到 它說 撞下去火牛 這件事 那等於我們自己 就知道 有些東西就是 就是差我一點 就是差我一點 對 總之它就是跌下台 不是 這件事是肯定 不止是這樣的 對 如果它就這樣 單純跌下台 又未必有這麼傷的 對 所以 它是一個平地 我是知道它撞到什麼 不過就不是撞到一個火牛 那裏 或者 總之一些硬物 對 沒錯 沒錯 總之它是一件外物 就不是一個平地 OK 那那個外物 那塊硬物 就凸了出來 就是在台下 地上高 那它純粹跌落地下 就沒事的 但是它撞到塊硬物 就難說了 還要是尖焗的硬物 是的 就是那些這樣的事情 就是 差了一點 就是差了一點 我也試過在佐敦 過馬路 我準備過馬路的時候 一條光棺跌下來 在我前面 幾呎 哇 又是那一點 就是差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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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好運與衰運 就是差了一點 嗯 那現在真的 希望我們可以 其實不知台灣的 那一帶 有地震 但是不要再有這些 大規模的魚震 魚震就一定有的 他們已經寫明是會有魚震 是這一個月內 我還在說 因為你不止是這些 還有那些能源危機 食物危機 你明白嗎 它是要全部的東西 湧起來 還要這麼巧 我們現在做節目 我外面行雷閃電 下大雨 所以那個末日感覺很強烈 是很多網台都說末日感覺 但我不想說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有些妖言或眾 所以我一定會用 我不會用這個來做標題 我又不是這樣想 我是反過來想 就是說 它給我們那個末日感覺 就是告訴我們 土生之門在哪裏 你感受到我和他們的分別嗎 你怎麼讀 世界末日 你和他們星球 不是 不是 不是那件事 而是我站尾一點 你明白嗎 用回我剛才那件事 就是說 大家一起解釋海嘯 那為什麼我沒有給水捲到去 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我怎樣不給水捲到去 但是每個人身處的位置 還有它有啊 或者它看到的東西不同 那我很難一次過 一個答案答到大家 我只可以說 執生啦 你覺得我很官腔 很寒火都好 但是這個是其實 你當我是智能測驗 但是真是實際 那是survival game 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只差了一點 例如這陣子 剛剛這個星期 香港就說 什麼人抓人過馬路衝紅燈 那我怎樣解決呢 就是 我不是盡量不出街 或者出街去一些奇怪的時間 例如練歌啊 或者下街買東西 我都會在一些奇怪的時間那裡出現 這些呢 就叫做斬腳趾避沙蟲 但是如果你說說到地震那些 你說躲在家裡也沒用的 你不知道你那層樓 會不會剛巧在這個地震 但是剛巧震到你這些這樣的 我覺得是沒得避的 真的看你的運氣 所以為什麼要繼續聽我們的節目 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呢 你可以檢查到自己的時溫 我再舉例 就是我假設例如舉例 我那天一定是命中注定 會在家裡踢到腳趾的 但是我可以踢到桌腳 以及踢到一個海綿 都是可以踢到的 即是等於應了它 是這樣的意思 是 所以其實我不會擔心我踢到腳趾 其實你自己是不要太緊張 反而不會墮入陷阱 就是一個 好像說 你越害怕就會越吸引到 你恐懼的事情發生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我也相信 其實 這個是心理作用來的 因為心理是很容易打低自己的時運 我這個經常相信 我經常相信 譬如我的朋友經常說 自己身體不好 身體不好 我也有這樣的問題 我經常覺得自己會不會有什麼病 但是慢慢的 其實是自己吐了自己的病 是啊 你坐在家裡胡思亂想 想著自己身體不好 當然身體不好 你有時候都要做運動 好像我今天做兩小時運動 你怎麼會身體不好 你都做了兩小時健身 Anyway 我覺得今天你最有用的 就是這個人其實做運動 怎麼都是對人的身體好 不要胡思亂想 你剛剛說完這一句 其實是對的 我已經是垃圾咨詢 就算覺得自己壞運 都要反過來覺得自己好運 又是心理影響 這個也是 我可以給大家一點點提示 當你覺得自己行壞運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就是 嗯 這份是我的功課 我先早點它 就不是說 哎呀好慘 不幫不了自己 我一定搞定你 你現在有什麼不妥 這個設定很重要的 其實 因為你 如果不是你還沒開始 你自己打低自己 是吧 那你第一件事就是 喂 如果你想著都是壞 那你做來什麼 那你當然想著 我一定搞得定的 那你才有個動力去搞定 一件不好的事情 是 那希望現在身處在台灣的人 大家都用你這個mindset 用這個思維去想事情 沒事的 我那裡沒事的 有再說多一句 人在做天在看 條數怎麼計呢 就我們沒得計的 但是問心無愧呢 就活得自在的了 其實很簡單而已 噢 啊 啊 哈 缔istling 發生